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位是傅健科的主任 他是陈建成 陈医师 曾大哥好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的女来宾说她很寒风 另外邀请到的是医药记者洪素卿 大家好 以及旅游乐者小帕 大家好 另外在我右手边是媒体工作者吕文婉 曾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脊椎保健专家郑云龙 大家好 云龙兄 欢迎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痛吗 你疼痛吗 现代人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这里痛 那里痛的问题 你来问起来 大家都这样好像全身苦 疼了了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主题 我相信讲到这个应该有开始打中某一些人的心了 那到底为什么痛 那为什么根治不了 那他有什么后遗症 今天我们会来探讨 不过我先请教一下陈医师 是 你门诊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碰过那种病人就是已经痛到痛彻心扉 但是还在忍耐的有吗 就痛彻心扉有啦 就是痛得很严重 你也不能说他忍耐啦 其实他到处看病啦 他不是忍耐他看不好 看不错 对啊 看不错 那疼痛有疼到多疼吗 这个稳暖 稳暖听说也是长期在忍痛 对 我就是那种很难破 那我现在 我想一想 像我是看起来就是状况还不错 对不对 然后呢 你都这样好 省彩翼翼 走来走去对不对 可是呢 我是那种很严重的 我有筋骨痠痛的问题 那有很多人讲说筋骨痠痛 其实你姿势一个不对 你也是会感觉在暗门逛逛逛 还是说在担担啊 捏捏就好啊 烧水泡泡 可是我的状况我先讲就是说 我是那种痛到 尤其我曾经最近的一次的痛 是痛到我要用我的左脚 就是好好的脚去拖我的右脚 因为我已经不能走了 那就是刚刚郑大哥提到 就是他痛到我是 那一天其实发作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在睡觉 可是很奇怪 半夜我的 就是下意识就觉得 煮水怎么撬就撬不好 因为压到就会痛 压到就会痛 然后后来第二天起来 已经发现就是说 我一只脚着地对不对 另外一只脚已经 我已经没办法去 handle它说 你要走路干嘛 没办法施力了 那我就是这样 一直这样子忍痛 我还拖着左脚拖右脚这样子 然后就是去上班 然后送小孩干嘛 是后来上节目的时候 那里面有个女来宾就告诉我说 小姐 你那个腿太夸张了 你赶快就给我看医生 那其实我讲这个故事最主要是要 就是大家就知道就是我多万倍就好 嗯 你都没去看医生 其实我跟你说 郑大哥这是年纪 通告比较重要 要有钱或贪 没有…我不是这种人 我是觉得可以忍就忍 当下可以忍就忍 所以其实我这个旧级已经往前推 已经是大概民国98年到现在了 那久了 八年了 对 那我先讲 我觉得我蛮…就是有点… 就是很好笑 就是轮流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摔左脚是 那时候在我驻屋山上 然后呢 我的那个孩子的爸爸呢 有一天就骑着那个自动车 然后载我 然后呢 那时候呢 我坐后座 可是他抱… 你坐姓的就对了 八年前 哦 八年前 八年前 对对对 因为他都国中了嘛 对对 现在都要升高中了 然后呢 那时候呢 他载着我的时候 他抱一个不小心 反正我就整个努力 然后我就听到我的膝盖骨 整个口去撞那个柏油鹿 有得最痛啊 就痛到 我跟你讲 真的 我的妈呀 那个不能… 那心脏都快停止了 结果呢 我就在那边躺 胃不知道躺多久 然后我只听到一个声音在我旁边 就很严肃的 就问我一句说 小姐 你到底要躺多久 你知道吗 你就知道 我怎么会跟他离婚了吧 太夸张了 我已经痛到 最后人才说 不要紧我 来 我们赶快要带你去看医生 我跟你讲 从后到后他没有参扶我 我已经痛到 我已经不能动了 他说 你到底要躺多久啊 小姐 嗯 然后后来我只知道 就是我就是 用那个意志力撑起来之后 就上了摩托车 就返回去 因为我已经痛到 已经没办法出门了 那时候其实老实讲 是要送小孩去上学 他那时候还小嘛 大概一年级 所以有一点三贴的一个状态 要骑前面 然后那天下雨 其实我很坚持说 你一定要骑自动摆 开车嘛 家里又不是没车 对 然后就是这样子可能天雨落滑 后来就下雨就出事了 然后返家之后呢 我就坐在那边 我那个脚是硬生生 那个也就是一种忍 那个痛到我根本没有办法施力 其实你应该先去看一下补科 你也不晓得说他到底有没有碎裂 对不对 对 郑大哥重点就是 我连看医生都没去看医生 我就坐在那边 让他一直 让他自己把那个痛 这样压下来压下来压下来之后 我就当他没发生过 慢慢会和缓 慢慢和缓 可是就是你 大哥你说的 就是说你应该要去照S官 或者让医生讲说 他有没有受到一些伤害跟撞击 你应该接受治疗 我都没有 对 然后第二 所以你是咳到肩膀 肩膀就咳 到那个肩膀 右脚的肩膀 先左脚 然后右脚呢 来啦 右脚是在隔没多久 因为那个反潮 整个地板是湿的 然后那时候呢 我女儿在隔壁房间叫我说 妈妈 那我一挤啊 我忘记了 然后那个拖鞋一滑 咳 换右脚了 应该是木头地板 没有 没有 不是 是砖的 是砖的 那在家里 更痛 对 然后就变成说 一左一右 然后那个也是刚好是膝盖 从此之后 就没有 我也觉得说 忍过去忍过去 应该也没有什么严重的 好 我真正 有感觉 有状况的 是有一次 我在家里洗碗 其实我 我就跟我女儿两个人 其实很简单 洗碗 那这个已经大概隔了几年了 大概两年了 然后呢 我洗碗洗洗 其实没有多久 大概站十分钟 我的脚哦 你相信吗 我要走到客厅 我讲说坐下来 我坐不下来 那个膝盖已经僵到 僵到不是我的 好 那我不容易坐下来之后呢 那个电话 我的手机电话响了 那我要站起来 去拿手机 我站不起来 那时候我就知道有问题了 我的脚出问题了 那从那一刻开始 我才开始正视这个毛病 不过这个可以先请教一下 陈医师 是 你感觉看过 像这个垂残的 回头了 但没看胃 垂直成后遗症 不少啊 不少 对对对 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挫伤 那挫伤你去做检查 或者照一次光片 大概一开始看不出个缩衣染 但是它有很多的等级 都会受伤嘛 皮肤皮下处置 那还有肌腱 韌带 还有最直接就是软骨面 软骨会互相撞击嘛 硬的地面 然后再撞你的骨头 骨头要撞骨头 那骨头软骨会磋伤 那种那种是那种 那种显微的变化 那其实你还是光分不出来 可是它等于是说好像是 本来做那个镜面的一个摩擦面 它变成是一个凹凸不平 所以你这个摩擦面 就一直摩擦下去了 所以久了久就是胃还会变 对 它本来是平的 现在变成锯齒状态膜 是这样的 长期就变成一个后遗症 后来就变成进入关节炎了 就是关节炎 所以我现在进入关节炎了吗 还不知道 我没有摸你的膝盖 可是我只知道 我一变天我就气象台 然后就很像人家拿针 再刺你的膝盖这样 哇 二变 这样扇 员扇 员扇 所以第二天要变天 我做一天我就知道了 我就说 朕大哥 你要戒戴多多 带个围巾 那以后我就不看吴德荣跟彭启明 你又比较转 可是像他们这种受伤之后的 真的好像之前有研究发现 他们特别明显 尤其在天气要变冷的时候 循环变很差 他们以前那个不是挨戒 是真的会痛的 对 所以你真的可以打电话 问他要不要戴伞 我感觉 其实说实在一般人 就是说真的 如果是我 我也可能会像文婉这样 咳到咳到 在那儿坐 啊啊啊 没问题 拜一下拜一下拜一下 久了就好奇了 好奇就没有去看医生 就忘记了 事实际上这样不对的 也要马上先照一下 其实 很难讲 因为其实大部分 比较轻微的伤症 两三天会自己好 对啊 他不是会自己互戒 对啊 所以这个要看你症状是 有一直反复出现 或是拖一个礼拜以上 那你就要小心 可是我那时候像我 那个膝盖去撞到 对不对 后来呢 他只有外面 老实讲 他怎么可能都没有症 没有症状 他后来肿得跟米菇一样 然后先是一个红色 然后黑青黑青 里面出血了嘛 然后后来第二天就变成 整个黑的 整个黑的 然后呢 慢慢慢慢他就退掉了 退掉的时候 你也觉得那个疼痛也就 慢慢减缓嘛 你有时候 啊 这样就好奇了 所以我加一条 肿得跟米菇一样一定要看医生 为什么 那个关节内积水啊 所以代表你关节里面的环境出问题 你才会出水甚至出血 在里面肿成一个像米菇一样的水肿 所以如果症得很大条 就表示水造出来就对了 就是你有什么东西受伤 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嘛 甚至直接里面一直流血 你也不知道啊 是哦 后来跑出来皮肤看到就黑症了 就是这样 没什么症没问题 没什么症还可以观察两三天 因为不可能每个扭伤 一下子就跑医院跑医院嘛 那个人活着一天当然就在扭啊 对啊 你要分那个群众 是是是 所以你现在是有后遗症 很严重的后遗症 像我现在坐着对不对 那那个冷气这样吹对不对 我的膝盖很痠痠 哎呦 真的很痠 那我像我录影这样一个多小时起来 其实我有点要要这样子撕一下力 撑着 然后才站得起来 就那一刹那一定要撑一下这样 然后怎么办 没有人帮我推轮椅 哈哈哈哈 没有关系 快筋骨骑 哦 为了这个 哈哈 就是那个叫做伴啊 伴不是你推他就是他推你啊 对不对 哇 算他衰啦 没问题 还自得啊 孩子得好 不要这么快放弃 其实一般我们在讲说 小朋友就等着再来说你的力 好吧 来 我们先休息 尽管到 好鲜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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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有点这样子 比较准的脉心管理 它就是跟九字五 好 那刚刚文婉公是骑驾驾驾驾驾 对 造成你今天这样的后遗症 那其实现在的人比较容易骑脚踏车 嗯 对不对 那个U-bike啊什么的 你如果叫我骑脚踏车 摔到不太会怎么样 我阿姨 我嫂嫂骑脚踏车 可能剪辑刹车 剪辑刹车会怎么样 变过 它会往前 往前 往前它会撞到 撞到太阳穴 然后 哦 这样子 对 糟了 所以 就是说骑脚踏车的风险 其实还是蛮大的 对 跟骑 就是 我 骑脚踏车都会 不是没有 我说不会 就是说你骑脚踏车也会 不过我想请教一下 一龙兄 像文婉 我觉得他的问题是在于 他的驾驾已经受胸 是 所以他 你有没有听他讲 他都靠左脚在撑 对 那这样子会不会 会不会有 长期有问题 我觉得文婉这个例子 其实很典型 就是他既不做疾病管理 也不做健康出境 所以他没有找医生来处理 症状跟疼痛 对 所以他在后续 就会把所有的问题 导因在那个意外 事实上自己要负很多责任 对 比如说 如果你这个情况是 意外受伤之后 你有一段时间像 那个 洪怡大哥讲的 他一脚没烂 都用一脚 所以你咀嚼就会 把它偏掉 骨盆 就是它是连动 肌肉的 连动的 然后你的走路的步态 不见得会正确 你有段时间是不对的 然后再来说你可能在 我们就会误以为 所有的问题都是意外 也有可能你的生活形态 加上你的年纪也到了 也有可能是原因 意外只是原因之一 而不是所有的唯一 不是唯一的问题 我经常看到很多女生 上厕所 其他都没有听进去 她只听到你 对不起 不是不是 就是说 有时候人的老化 不只是脊椎骨会老化 颈椎会老化 膝盖也是会老化 我认识到现在三十几岁 对 但现在 对 你从八年前嘛 对 所以说 比如说你现在 小子四十岁 那这过程当中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就算你是现在 还是很年轻 但是我经验上很多人 他从椅子上面 起来的动作 都是在上膝盖 光是在起来的动作 光是在每天上厕所 蹲 蹲室马桶的动作 就会夹着膝盖 然后用不对的力量 去摩擦 增加他的磨损 可能他每天在 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说 他可能站姿 可能会膝盖厚顶 对 这很多的生活习惯 每次蹲 每次上都在磨膝盖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去区别 每一次蹲 每一次坐 都在磨膝盖 我待会可以示范 待会可以示范 但我讲讲的意思是说 你一定要区分 你有沒有做好疾病管理 就是要找医疗帮助你 藉由像陈医师的专业 那你有没有做好个人该做的 比如说 你要不要做好正确的姿势 有没有可以练醒你的肌肉 有没有让你的骨架是平衡的 这些事情可能我们都没有做 这个让我讲一下 因为文婉刚有跟我讲说 他实在 疼的时候 疼到没有去上厕所 他很希望有一个女人 那时候可以把他扑上去 上厕所 对 尿尿 有时候真的 其实你需要的不是一个男人 是医疗管理好不好 我以为你要说 他说是指尿布 我问你说的是 吞式的 指尺天涯 你说吞式的 外面吞式的 你根本吞不下去 不是不是 我跟你讲 烊的烊的 我要放油 把他扑上来 我不要放油 不是 是什么 有时候严重的时候 连做事 我还想是一种女人 需要有一个相互 对 没有 你不知道我那个 后来你会发现说 其实人的脚跟人的眼睛 是一样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你有时候觉得 马桶就在那边 可是指尺天涯 你就是走不到就走不到 这么严重 对 然后你那个马桶 你刚刚老师讲的是说 是吞式 没有 我觉得连做事都一样 我好不容易可能到厕所 我要爬起来是一个问题了 马桶站起来 所以我最怕就是便秘 便秘不是只有菊花会不舒服而已 连膝盖都不舒服 因为太久了 我讲实在话 陈医师是第一次来 是 郑老师他来上我节目 我这样对我来讲有帮助 你要注意看 所有人他坐椅子最高的标准 他就全部他的背都靠在 坐满 坐满 然后都靠在 只有我们这种外行的 三分之一半的 不要来漆气 不然就这样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事情 做好 因为我曾经有两次 还没有认识你之前 叫我想到 想到你知道吗 肌肉拉伤 你知道为什么想到吗 第一次还有一点点情有可言 打高夫吗 不是 我喜欢猫 回到家我猫就把他抱起来 抱起来又说会想到 抱猫 那只猫比我白胆吗 对 那不是金丝猫 你那是这样就召了 我一家的鸟猫胖到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他的名字就叫胖胖 真的吗 胖胖 他最胖的时候9.5公斤 我对我说 那后来有人跟我说 去到我们家看到我们家的猫说 你这样算犯法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治猫的安全于不顾 所以呢 就是我就一直帮他减肥 减到现在大概剩下6公斤 但是你看 6公斤抱起来会剩中 我讲实话 我认为我是姿势不对 对 我是姿势 连抱猫的姿势都不对 才会肌肉拉伤 对对对 第一变 在乌尼泡 第二变是刷完牙 你不要跟我讲年纪到 不是不会原谅你 所以说比如说红衣搭跟你刷牙 我举跟膝盖也都有关 因为我们都不懂得用宽关节的力量在刷牙 宽关节 比如说我可以站起来吗 可以 我们学民刷牙都是这样嘛 这样就是腰嘛 对对 但是你腰我们讲结构不能改变 你要膝盖弯一点的屁股一推 你就这样刷牙就好了 靠大腿的力量 所以你从马桶上起来 也要屁股推才能上来 屁股推一下 对 就是说我从马桶上来 我可以重心向前移 我上来很痛 不舒服出来 可是我要上来之后 我要把身体前傾屁股往后推 屁股推再上来 这个屁股推再下去 人的椅子会动 就是我们 我们下去椅子也是屁股推 身体是不是前傾了 脊椎没有拖背 这样做 上来也是这样 可是我们一般人不是 一般人是膝盖放里面 脚放在膝盖里面 然后驼背 然后重心前移 让身体的重力要在膝盖上 然后加一个晕下 对 哎呀 有膝盖 对 要推屁股才对 要身体 要髋关节 让你的身体前傾之后 把屁股往后推 才能倾斜上来 真的有比较轻松一点 屁股推了 方法很重要 对 而且有的人 有的人还会夹着腿上来 夹着腿下去 好 你可能是我的意思说 不是说年纪 对不起 我还要修正一下 我说人的 我们意外可能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一 可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是 加重了这个意外造成的损害 而且真的 而且真的跟年纪不一定有关 因为有些人是为老先摔 你懂吗 对 对 有没有错误的使用啊 没有 我先讲一个笑话 郑大哥你那个刷牙 对不对 然后你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我之前拉 那个外头那一次 拉桑那一次也很好笑 你也招了拉桑 我只是去 倒厨鱼 嘿嘿 因为倒厨鱼呢 很轻的嘛 很轻的哦 我只是这样蹲下来放个东西 突然要起来的时候就撞到 然后那次撞到有多严重 我不知道你那两次闪到有多严重 我那次闪到不但撑很久 而且我最严重的时候 你知道我要怎么上计程车吗 比如说我要下计程车开门 对不对 对 我要这样子 我不能 就是我要用这样子移动 然后我不能就是有扭动 因为一扭我就觉得我只会死去 对对对 就把90度脚上转到我然后再起来 然后我想 妈呀才几岁 只是倒一个厨鱼 分类起来就扭到了 还有一个动作 你知道我闪到 我也是这一只机型车 没六十车 机型车 这次就会跟我说 你是怎么着 我说现在流行机器人 说怎么着就闪到 这根本完全没有办理 还有我跟讲 除了腰之外 有一块的地方很容易拉到 就是这一块 你知道吗 我那个也很夸张 大家都知道我们开车 对不对 其实一个动作真的千万不要做 后车 那些东西 对 我跟我有一次 你知道我的包包是不是一定放那個車後座 好啦 然後紅燈的時候我要拿個資料 突然間就這樣一個動作 我都還沒拿到東西抓到了 那整個這樣痛到然後拉回來 從此這隻手大概一個禮拜 就像鄭大哥講不是你的 廢掉 怎麼刷牙連牙都不能刷 我告訴你不要去拿後面的東西 我曾經要拿右前座 因為東西掉到右前座的地板 對 有時候滑 煞車滑掉 我們有一個公司包 公司包緊急煞車就會掉下去 掉下去筆就跑出去了 其實那時候現在拿一支筆 這樣後來可以在紅燈 快點 這個45秒停了 手煞車拉一下 來 去拿去 趕快 趕不起來 真的真的 我了解你的痛太痛了 這樣也想到 其實平常就要做好節省 天公平 你在哪裡 老天爺 老天爺在忙 不好意思 等一下 先休息一下 真的耶 對啊 為什麼 就這樣 我的形容會講說 因為平常 這樣子要比較大 平常 其實我們這次 請到陳醫師 有請到鄭雲龍 其實也不用了 我們就聽朱立倫那句就好 朱立倫講過一句名言 跟健康有關 真的 就是要做好做滿 真的 等一下話 椅子要做好做滿 好人叫我 沒有啦 我先講真的 你看他們做好做滿 做好做滿 啊不對 因為小胖他怎麼做都滿的啊 他隨便做好 多滿啊 好輕鬆啊 小胖實成就好了 我跟你講你還是有一些原罪 你沒有辦法 你只有給小肩 對啊 這個是我們大通 我們常常講 剛才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疼痛的時候 分不清楚說 像膝蓋痛的時候 你分不清楚一下是 膝蓋骨頭在痛 還是你的肌肉在痛 你分不清楚 還是神經痛 對 你會發現說 到底是痛 他就是痛了而已 那一般人像我們在大廠 常常看到說 看到樓梯 你上樓梯看 小胖你還被樓梯 我也很歪歪 對啊 像我那時候最嚴重是12天 連續帶張家界的團 上了天門山 天門山 天門山 人家說 你都不上去了 我們幹嘛上去 張家界你四川嗎 張家界在湖南 湖南喔 有個天門山 有個天梯 總共999階的樓梯 那你去帶團 去爬上去喔 很多客人說你不上去 我們就不要上去 那你不要上去 那你不要上去 你知道 我們年輕人上去下來 差不多 40分鐘就OK了 我們起床要爬 差不多半小時 下來差不多半小時 那會有個狀況是 因為你一定要上去 999階 對對對 而且它中間沒有什麼手扶梯 啊 你會邊走邊看 你沒那麼浮 對 現在是有手扶梯下來 以前沒有 以前是要爬上去再爬下來 對 那客人就會這樣 你不客氣 我們要上去 但你要照顧我們 對 這就是我們欠人走 你有什麼 要爬那種行程 對啊 那個店就有 那個行程 爬那個天梯 登上 登上99階的天梯 你就 你還要爬那個 有一個流浪的 我也是 有一個流浪 又有一個流浪 走路 那很特別 這就是六天完了 好 下一個禮拜回來後 休息一天 又上 一樣的行程 對 所以12天 12天 那你就必須可以走 那時候125 喔 真的 125 打爬 999階 對 承載太大了吧 你說對 您多重 我啊 50 這125 要叫你爬 999階 你就不想爬了吧 沒有 我從我家回我娘家 四樓 對 我到二樓 我媽在那邊說 文婉 你去衝一下 你當時要起來 你去衝一下 我跟你說 我膝蓋嚴重到我到二樓 我整個 舉不起來 你知道一般 沒有 我必須要扶在那邊休息一下 我舉不起來 乖不誇張 怎麼辦 天梯 以後你不需要再爬這種事了 為什麼 沒有 你爬上去 你摔下來一次 你媽媽永遠不會這樣 那其實就會有個狀況 就其實就會有個狀況 你必須用到你的膝蓋的力量很大 而且又負載那麼多 你知道 當你會回頭看下坡的時候 那個膝蓋會發抖 自己會發抖 告訴你 我沒有一點 可惜你還是得要下來 不能上去下不來 不要不要 還跟你講說不要 但是你還是得下來 等你下來的時候 噢 那個 深吐一口氣的時候 那想說明天又要爬 張家界大俠 我的媽媽 那天不好練 那你會發覺 尤其說 現在會有個狀況 你膝蓋的疼痛 你會感覺說 我膝蓋沒有什麼縮傷都沒有 有時候會怪罪說 是不是陰拜 你以前是運動員 尤其身高不高 你跳來跳去 可能你這膝蓋 你以前用過 把以前的東西用掉了 現在磨損得比較快 而且現在這種年紀 沒辦法這真身只有退化 是不是我的膝蓋更疼 你現在膝蓋有膜嗎 那就是痠啊 痠痛 痠喔 就是說 就像我們常常講 我站久一點 這邊講解 或是走路走路走路走 你發覺坐在椅子上 一下去 哎呀 疼啊 痠痛就來了 所以不一定是胖 我這麼瘦 對啊 可是會有個狀況就是 我也是不舒服 你胖 你甚至於說你胖 我們睡覺幾乎 正醫師就知道 幾乎都是空的 睡覺的時候 不會都空的 很空的 其實是胖的人才這樣嗎 對 因為胖大天啊 肚子的關係 肚子太大 他會以為說 因為肚子比較大會壓下來 對 對 沒有 沒有 我們會把它挺出去 柔軟度不好 真的喔 放不下去 所以 那是肚子的原因對不對 可是有重不是會壓下去嗎 對啊 我補充一下 因為醫生說 放不下去就是這個土 你就是這個 對 只是凹得很深 骨盆轉不下去 然後轉不下去 就是他骨盆前傾了 為什麼 因為金雄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其中一條 金是這一條 這一條 這是前面喔 這是屁股喔 腰跟我們的大腿骨 是有肌肉連接的 那個肌肉太緊了 結果你一站著呢 你的腰就變成往前 對 就有一個大洞 這前度後下啊 你看喔 當腿伸直的時候 你就要一個大洞 你坐下來了是不是好一點 對 因為你坐下來了 這個大腿骨就彎回來了嘛 你這個肌肉就不會拉扯你 你反而是往後推了 就變這樣喔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你睡覺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條筋 沒有辦法放鬆 所以你腳一伸直 腰就被往天花板方向拉高 所以腰就無法放鬆 然後你連站直 如果是一種骨盆前傾的狀態 你的膝蓋的磨損會比人家快 那重力的問題啊 重力的問題 重力的問題太大了 所以你晚上沒有好睡 甚至於你躺著睡 痛到你會睡不著 必須要坐起來就 哪裡痛 腰 腰痛 還有整個肌肉 就要坐起來 又不好睡 又睡不著 整個痛了 接著就是暗了 對 會開始暗了 對 後來就看了醫生 你就很簡單 就拿一個枕頭 把大腿墊高 墊高 就像這一次 你大腿肌肉放鬆 很好睡 確實它放鬆了 你這塊肌肉 你會可以躺平了 很好睡 可是會有一個現象是 他跟你的枕頭是有作用 但是憲哥 他的枕頭有一天會被壓扁 你還是減重 你還是減重 對 好啦 其實小胖 我們說實在 他已經減了很多 真的嗎 還是要為他的… 有… 他要為他的努力 要給他一些肯定跟鼓勵 對 最多是125公斤 他現在只剩下99公斤 好棒 真的減了很多 好厲害 已經減了26公斤 他剪到他的臉頰有一點皺紋 跑出來我都看到了 因為你看到我們本來 胖胖的撐開嘛 他現在比較散掉 都有修改造 20幾公斤很多 很厲害 在我心目中 你已經是紙片人了 紙片人 我們來看一下 小胖過去的樣子 好不好 小胖以前是帥啊 這是他當兵的食物 這個… 不像你 真的假的 五官 這是一半 這是現在的一半 你看 你現在的腰 差不多… 27公斤 27公斤 腰是腰,屁股是屁股 46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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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公斤、46公斤 真的差不多一半 這個時間差不多60公斤 6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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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看看 小胖的穿海軍服的容裝樣子 來 喔 黃如格式 真的 黃如格式 這個… 這是一個年代啊 來,再看一下喔 民國78 好 這一個包包的這個就是小胖 對 那時候身體不錯 不錯 雲襯 對啊 算三條的耶 對啊 三條三條 好,來 接下來我們再看阿姨 我們這輩子老實講 我…小胖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你的大腿 好 鄭大哥 來看一下 哇 你看看 這隻腿漂亮 這雙腿漂亮 你看還滴 滴滴滴 還沒有歐心腿 腿美到連魚都喜歡上了 有沒有發現 這樣 你看小胖那時候61公斤 你是怎麼會淪落的 對,我也好奇 當時一開始失控 為什麼失控 退伍之後 退伍以後 從退伍以後那時候是70 70出頭而已 後來退伍以後 就開始被他拚命的工作 交際、應酬 一下子 三年後就被他85 85 三年從70變85 所以一年都幾個空間 等一下再討論 為什麼會到125 好不好 好,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那接下來小胖曾經有過 輝煌歲月 對 他曾經是田徑隊 200 800公尺 800到200 800 800公尺 就是中長距離 那你跑多少 2分16秒 他有得過獎嗎 永和四孕會的金牌 中哲學運動會的銅牌 永和四孕會金牌 對 哎唷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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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 對 可是完全跳不出來 可是我還沒人 那時候比較少運動 拜託一下好不好 你都站起來 你真的是運動 我現在拜託你 你不要舉球 你殺球一下跳 這樣子啊 不是啦,跳起來啦 跳起來,現在跳不起來了 其實我們在講 跟剛才講說 以前的運動 會不會造成我現在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以前運動 像曾大哥說 你打排球 我們曾經練到這個手 會有個狀況是 你睡覺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突然醒過來的時候 這手舉不起來 替手嗎 而且晚上睡覺 一定會把手拉得直直的 因為你要殺球 對 那可是會有個狀況是 這個手你把它拉直以後 你才會覺得它舒服 你才睡得著著叫 到現在 我還是這樣這樣 後來你搞錯 你放著手上 放著這樣睡覺的時候 隔天你會發覺 這個手好像走不起來 好啦 我記住 肥胖 肥胖真的是很多的不便 而且會造成身體上的 健康的問題 對 陳醫師 是 小胖的工作就是要每天走 我和他做的出國去我知道 他很辛苦 為什麼你知道嗎 導遊就是要注意大家 所有生活的小細節 今天要喝的酒他也要待著 有些衣服還塞給他 他就是一個 背著相機 背著相機 背著包包 收了資料 有的零食 大家準備今天要吃的零食 他也要背 行動行李帶 真的 他很辛苦這樣 可是他的工作就是一直做 可是他膝蓋已經受傷了 就要怎樣 其實就是醫療有兩個目標 第一個就是躲掉現在的任務 第二個就是把你練得更強壯 讓你接受現在的任務 可是我們常常都只focus在前面 躲掉 躲掉就是說不要工作 比如說你去看病 你這個關節炎 所以你以後不要負重 都不准背重物 不准醫師在裡面 不可能 其實應該就是把進入第二階段 我先治療你現在的關節炎 我在教你怎麼保護 包括減重 對不對 第三階段 我要你練得更強壯 你的關節 你的脊椎 可以承受這個重量 是這個 有辦法嗎 就是要進入這個階段 然後回到說我們身體 先醫療然後保健讓它強化 對對 我們要讓身體去能夠去克服 這輩子我所會接觸到任務才對 是這樣子 關鍵上是這樣子 所以食物上小胖去看你 你會怎麼做 對啊 比如說剛聽完應該是那個 應該是以前運動傷害後來的磨損 脊椎跟膝蓋都有在進行中的關節 而且是慢性化 然後就套入慢性關節炎的治療 熱腹電療 拉腰 藥物等等 然後做伸展運動 那第二階段保護 護膝 護膝 護腰 然後一樣繼續做一些伸展運動 然後可能做一些水療等等 然後開始進入背腹肌的訓練 四頭肌訓練 國防肌訓練 開始要強化自己體內的能力 你最終是這個肌肉來抓住這個骨架子 你不去找這些力量來 別人怎麼幫助你 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進入第三階段 那至於你自己願不願意換工作 那你自己決定 沒有啦 他現在做老闆的很困難 是他回頭 平壟兄 是 他以前是運動員 對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他很多運動員其實到最後好像也都受傷 有啊 你是不是有一個很著名的那個白米的選手 他後來退休後很長時間都還要甚至坐輪椅 因為他們太嚴重的運動傷害了 是… 謝謝… 所以有些人說 附健 游泳是對他們最好的附健 你喔 在現在這個情況 可能他因為有重力的關係 所有的運動跟他的膝蓋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 不當太狀 第二個就是不知道你的動作模式跟動作的順序 動作的控制如何 如果有錯誤的習慣他可能也不好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在看醫生醫生都會建議你游泳是比較安全的 但是如果你膝蓋不好的話 我還建議有自由式是開始 但是他效果還是不太夠啦 我認為像剛才醫生講那個分階段進行是很重要的 那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你以前就是運動員嗎 可是我會覺得你的暖身可能都不是很夠 從你的這個可能腰部的那個肌肉的緊繃 造成你腰部有懸空這件事情 代表你都是使用你慣性使用的肌肉 該放鬆的地方沒有放鬆 所以不平衡 就是非常的不平衡 所以我還是回到源頭 我今天準備了很多張紙來 想到什麼講什麼 你一定要回到平衡 尤其是你的骨架子跟肌肉有關 包括醫生講的這些果旁肌肌肌肌頭肌 你有的肌肉太緊 你肌肉太緊太短太長就是無力 無力的要把它練到有力 太緊縮的要把它拉到夠柔軟 因為很多鬼人的後腿其實是太緊的 太緊的 她的前側是無力的 尤其我們女生常習穿高跟鞋 我就發現有時候真的喔 那個拉筋的時候 發現這一條完全是非常緊的 而且甚至嚴重到什麼 當你有一天穿平底鞋的時候 你會發現比穿高跟鞋更累 對 因為你已經習慣這樣使用了 你的後面那條整個都已經習慣是一個緊縮狀態 它根本就沒有拉長的機會 而且我覺得我現在終於懂了 因為我常常覺得我想不透 比方我前一天我踩高跟鞋 然後我回去我覺得腳OK啊沒有事啊 結果第二天我就開始穿平底鞋 因為年紀大了真的你講得對啦 真的受不了踩這麼高的鞋子到處走 然後就穿平底鞋很妙喔 你看我這麼低 這個滿低的 對我以前都是 只有三公分而已 我以前都沒有啦這個有三公分嗎 沒有兩公分 對我以前穿到三公分 我一直說現在以前差很多 我以前穿陽明山都要穿高跟鞋 你看多漂亮就好 那我現在沒辦法了 可是我剛才講就是我前一天穿高跟鞋 就隔天都沒事喔 平底鞋抽筋 而且大抽筋 穿平底鞋反而抽筋 對反而抽筋 我覺得就像素晶講的 因為你已經習慣那極度拉力跟硬的狀態 突然間它放鬆 哇抽到真的要命了 閃尿 很痛 沒有那個抽到很高 閃尿 以前喔 閃尿 我說閃尿 沒有鄭大哥 你看我們一般我要講 就是我們一般都是腳趾頭會抽筋 我曾經有半夜有些孕婦有這個經驗 就是你頂多是腳趾頭會抽筋 那你掰一掰就讓它回來 那就很痛了 那就很痛了 我跟你講我後來我最近是抽什麼 小腿抽筋有沒有抽過 小腿抽筋耶 那個真的比腳趾頭抽筋 痛得上千倍 那個真的爆炸痛耶 很痛 那個上千倍 所以那個肌肉因為我 只有第三角形 對因為我的關節 沒有那整個後小腿那個整個 硬到真的跟石頭一樣 那你都交抽筋的時候 你都怎麼讓它緩解 沒有啊 我就求爺爺到奶奶 沒有辦法緩解 我以前有一個辦法 比方說 那個越縮小的時候 越緊張 越也沒有辦法緩解 對我以前比方說 腳趾頭抽筋的話 我就問人家有教我 你就先往上吧 讓它這樣子拉開 但是我一次 很痛 忘記了 往下抽得更痛 然後不對不對 往上往上 然後就把它放 而且你不能再 不能這樣喔 聽說不能這樣會更痛 所以我就往上之後 然後把它放下來 然後再往上 然後你就等待 可是小腿抽筋那次 真的很慘 我一整夜沒辦法睡 那個腿不是我的 不過英龍兄我請教 因為剛才文婉有說 其實我們台灣有很多人 一段四層樓的傳統公寓 對 要爬到五樓 甚至說實在 還有人又加蓋 加蓋 加蓋後爬到五樓還是人樓 對不對 每天要爬 可是如果每天要爬的話 其實還滿傷膝蓋的 如果你方法不對的話 對 那有沒有好方法 其實爬樓梯不太傷膝蓋啦 下樓梯比較傷啦 爬樓梯因為它的膝蓋 沒有超過腳尖 你知道嗎 我們上一階上一階 你的膝蓋是基本上 沒超過腳尖 你的筋骨還有自身體重的功能 膝蓋沒有超過腳尖 你知道我們上一個台階 你的膝蓋是在腳踝的上方 或者往前一點點 可是你下樓梯不一樣 下樓梯你會有 把重量承受下去的時候 比如說我左腳先踩一步 右腳要下去的時候 你的左腳膝蓋會超過腳尖 有一個過程 完全是要靠肌肉 你的膝蓋關節的肌肉來承受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已經受傷了 肌肉又沒有力量的時候 那下樓梯就很傷害 可是我不懂的地方會有問題 有時候腳沒有力量軟到後 你真的想倒退的走 對 不然你會發點很危險 你會想倒退的走 你去爬那個999間 你下樓梯就會抖 對 對 因為那個時候需要肌肉力量 會更大於上樓梯 你剛才說我如果用滾的 會不會比較 可是有一個方法 很奇怪耶 所以基本上下樓梯 它基本上重 好 那雲龍兄剛剛講了 背樓梯我們不要太擔心 對不對 因為腳尖 膝蓋沒有超過 腳尖沒有超過膝蓋 膝蓋沒有超過腳尖 膝蓋沒有超過腳尖 上樓梯的時候比較不容易 不會有這個情況 OK 懂了 好 那下樓梯就重要了 對 下樓梯很傷膝蓋 下樓梯比較傷膝蓋 所以你去觀察你下樓梯 你踩的那一階 是不是走踩 比如說你踩下一階 你踩的比較裡面 在轉化的 重心的過程 會比較傷膝蓋 那如果你剛好 像膝蓋有一邊比較痛的話 你要記住 好人上天堂 壞人下地獄 所以如果右腳膝蓋比較痛 你要右腳先下 如果正在發作的時候 是右腳 比如右腳痛 右腳先下 讓左腳承受重量 那右腳先下 讓左腳承受重量 這是正在發作的時候 可是如果你平常膝蓋 完全兩隻都不好 你可以側著 稍微側著下 對 所以我就是用側著的方式下 側著下 但是你側著下的時候 你還是要讓屁股 比如說我們側著下的時候 不是身體站著直直的側著下 因為我要下去 我的右腳就會承受重量了 可是因為它有高低落差 你右腳的膝蓋 就很容易超過腳尖 這時候你肌肉不夠力量 就傷到關節 所以如果你要讓膝蓋 不要讓超過腳尖的時候 我蹲下去 我不會有下去對不對 因為有高低落差嘛 屁股稍微推一下 讓膝蓋往後移一點 就是一些小技巧 所以你下樓梯的時候 膝蓋 比如說不是彎腰 是把這個重心退後面 你的膝蓋就會到後面來 就不會超過腳尖了對不對 就盡量離腳尖 你越超過腳尖 膝蓋越超過腳尖 然後就越壓力越大 對 那我再問 我們不是每年都有辦101大樓比賽 對 登高不在 好 今天變得很快 有心血管的風險 有心血管的風險 那你覺得那個比賽適不適合 就是你本身參加的人 你不能有週末超人症候群的習慣 比如說我一個禮拜都沒運動 就是週末才來運動 那一種就是你沒有定時規律的運動 對心血管跟肌肉來講 所以肌肉的鍛鍊不是一時片刻的 是要養成規律的鍛鍊肌肉 不管是心血管 要101大樓 你知道101這樣大樓 辦這個比賽 假定是100層樓 你知道那個幾階嗎 我覺得他應該有 最好要有過濾資格 就是說要有一些自覺量表 讓民眾覺察說 其實我是不適合參加這個比賽的 或者是說他現在現有的狀況 數據 BNI指數或者是其他的 比如說你的心肺功能的狀況 你覺察一下 或者是你就自覺量表 你平常週幾樓 就是說你的運動習慣跟模式 不夠的話我覺得不應該參加那個比賽 我覺得主辦單位要多一點責任 不是只有那種登高賽 其實像現在很多台灣的民眾 都是會一頭熱 就是說現在流行什麼 就是剛才正安哥說 比如說流行腳踏車 就全部去騎腳踏車 當然最嚴重就是像這樣真的 因為之前也有另外一個很年輕的 他是騎那種小折 因為小折本身他的穩定度 就相對沒有那麼理想 所以一樣也是急速下坡的時候 一煞車翻過去一樣 後來也是沒有救回來 所以當然最嚴重是摔傷 可是以前那種 那個小折你知道還比拚快的 後來也都是去他們 大概都會到復健科去 因為騎沒有多久就會開始痛了 然後第二款就是 最近馬拉松還有路口超有 明明根本就沒有什麼肌肉的人 就是只有一股很勇 然後繼續跑一次跑了十幾公里 這些來尋求醫療諮詢的很多 那不嚴重他就會問說我這些痠痛怎麼辦 因為他想要繼續去騎腳踏車 我繼續跑步 然後我們就會給他一些意見 但是還是先回答你這個問題 什麼要先有診斷 那診斷之後再去分析整個力學跟動作 哪裡不對 那哪裡要修正 那那個觀念上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你想要達成一個任務 或者這個是一個競賽型比賽 你就要準備好嘛 你要把身體準備好嘛 身體練一練 核心肌肉練一練 平常柔軟度平衡都要練一練 好 因為小胖他是做導遊純身 所以說他現在自己有開在你鄉下 但是他說實在 他也要去帶團 因為他有名字 前一個人要指定他要帶團 但是因為他大塊 他的背部睡覺會疼空 其實 腰會痛 不只是大塊 我有一陣子 我也睡覺的時候腰部都會疼空 五股幫抗受 而且我當時都幻想說 那應該是因為屁股太翹的原因 真的是幻想 對 我只是不想站起來給大家看 沒有關係 就是我一直以為說 很多女生跟我的想法是一樣喔 他們都覺得因為我們女生 然後我們屁股翹 所以我們睡覺的時候 當然頂不到 中間都是很樓空的 所以是覺得奇怪 睡一覺都沒有休息到對不對 對 超痠的啊 對 你說他是屁股翹也對 也是對不對 其實他就是骨盆轉不下去 骨盆轉成這樣 翹起來 就像我們穿高跟鞋的狀態有沒有 一直維持到睡覺的時候 對 我聽說小胖你連睡覺 有時候沒有辦法睡都要坐著睡喔 對 有時候痛到沒辦法睡 你就必須要坐起來 坐起來你又不好睡 但是坐起來會緩解很舒服 你會發現我應該可以睡 但是還是睡不著 那時間一久了你會發現 你根本沒有休息到 沒有休息到 你會發現我好像睡覺好像是一種負擔 可能 你可能膝蓋上到腰上到睡不著 睡不著睡不著 你如果痛的時候 你都如何改觀 喔 很簡單 不然要電視什麼 合力湯米就加三顆了 什麼肌肉痠痛的 你會不會靠此痛到 那不然就是什麼擦牢面啊 或是說什麼 現在什麼痛貼貼的 有的都可以 反正酒病成良醫就好了 我說實在 你如果是用膜的 是用膜的 對你來說比較不好 你會感覺說 你會感覺說 它只是涼涼的 可以稍微緩解一下表面 可是實際上 你根本沒辦法去根治 到現在都會有這種狀況 你會發覺說 到底 我也想說 剛好健身自然 剛好有醫師在 或還有一些所謂老師在 怎麼樣去緩解這些 因為可能我們在帶頭 有碰到老人家 通常都有這種狀況 我腰痠背頭 晚上睡不著 像我們家四個人 合起來半噸 半噸 半噸 半噸就是500公斤 半噸 所以1、2、1、1、1、2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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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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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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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3 2 3 3 2 2 3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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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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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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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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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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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個姿勢 很多人比如說他想要伸展 前面他可能會下腰或幹嘛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在公園很多媽媽會這樣子 壓膝蓋 他把膝蓋壓很緊就覺得很認真在那個 可是這樣很傷對不對 這超級傷 這是抱膝蓋 絕對不要把他壓很緊 然後一直沒用力 看到好多公園媽媽都這樣子 現在這個圓榮兄要教大家怎麼做 好不好 坐姿很簡單 你坐著量身高 你意念往上拉你深呼吸覺得呼吸很順 就是最好的坐姿 可是椅背要怎麼靠呢 一定要把屁股塞到這裡面 塞到這裡面之後不可以直接靠 還不能直接靠 要想像我們把衣服掛在椅背上的感覺 所以你要先拉上來往上拉 再放到椅背上 對然後放了之後你放輕鬆 你會覺得呼吸 是順的這個坐姿就對了 千萬不能變這樣 所以你只要呼吸覺得悶悶的就是不對 那如果你在坐在辦公椅上面 你還不能往後傾那麼多 因為這樣大概是100到110度 你可以坐正一點 後面再加個東西撐在這 加個墊子 加個墊子 這時候能夠調整你後傾的角度 可是原則是如果在沙發上 你要用不同厚度或硬度的靠背墊 塞在這裡面 塞到底往上拉 像掛衣服一樣掛在抱枕上面 呼吸順喪就好了 腳會滑動的人請你去買個腳踏板 或者你想要翹腳的人 請你就拿絲巾先暫時綁起來 我們要塑造這個穩定的形狀 不要你每次都歪啊 翹腳啦怎麼樣 因為你覺得我腳會開開啊 腳開開我滑板就會開去 所以你不要讓腳開 你就先穩定在這個樣子 你先練習 久而久之你就可以不用綁了 所以重點還是坐姿很簡單 很多女生坐餐桌的時候 她腳就會翹起來 這很不好嗎 這很不好 翹腳就是你不想讓它打開 可是打開不好看嘛 可是你要用很多的力氣 怎麼辦呢 你要你就把它綁起來 可是就會有高低 重心在後面就會駝背就會抬頭 就會有很多代償性的姿勢 所以就是盡量 你如果平常看電視稍微綁個腳 距離一個拳頭的厚度就可以了 不用綁那麼緊 大概一個拳頭的厚度就可以了 對 然後我們要剛才講到站起來 我要特別注意這邊 我們不要這樣子站起來 我的膝蓋在腳尖前面 OK 所以我們不要變成是這樣子 然後用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站起來 這個要求膝蓋就不舒服 所以你就最好坐椅子的一半 然後站的時候呢 記得我們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種身體要前傾 拉直的前傾 這時候屁股在後面 膝蓋就到後面去 站起來 不會站的 反正比較輕鬆 對比較輕鬆 然後你看我要坐下去的時候 我一定要把膝蓋圍彎了之後 不可以直接坐 你看我膝蓋這樣就不對了 所以現在又在腳尖前面了 又在腳尖前面 所以我們不要讓膝蓋前面的方式怎麼辦 並往後推 這樣做就好 所以 對 輕鬆多了 小胖人你可以在家裡放一個椅子 上面放個枕頭 你就可以訓練自己 這樣子上來 然後碰到枕頭就起來 這樣就訓練你的腿的力量 但是不會讓膝蓋超過腳尖 所以一般人家我們在坐的時候 其實椅子你就可以坐著 你就要養成習慣 不要膝蓋向前 而是要屁股向後 欸 是耶 身體是這樣子 這個 這個要真的 從你可證 我們講蹲 對 蹲是不是就要蹲 那刷牙那個呢 喔 刷牙刷牙 刷牙很重要 刷牙我們寬不動就是動腰 就這樣洗臉這樣刷牙 就是動腰 可是你這個就是把重力壓迫在腰椎四五節上面 喔 然後肌肉拉長了 這邊縮短了 強度不符合 自稱力量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肌肉不要跑掉 所以我們是膝蓋一推 屁股一推 你看我這個位置根本沒有改變 喔 有沒有 我是屁股推 就這樣洗臉 我是用屁股在後面的方式 膝蓋圍曲 調整高度的方式 來做刷牙跟洗臉 而不是用彎腰 喔 了解了解 就比如說我們拖地 你不能用腰去拖地 不要用腰去拖地 你要用什麼 你要用你的手跟膝蓋的前後來拖地 喔 是這樣 對 很像刺槍鼠啊 對 這就是你的膝蓋要跟著不跟著動 而不是腳不動 膝蓋不動 胖關節不動 動腰 喔這個腰真的好吃力耶 像剛才那個刷牙 如果真的學不會那個 是不是有一個方法 是說我放一個小小的腳踏墊 小板凳 如果學不會 就小板凳 然後快一隻腳 就是你放個小板凳 因為你腳一踩上去 其實你膝蓋就完了 姿勢就會對了 放個小板凳 因為你要踩那個板凳 你自己膝蓋就彎起來了 屁股往後翹這樣學不會 不是他因為你想要 老實說不是這麼簡單耶 就是這樣 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因為你要用這樣翹就很簡單 就一個小板凳就很簡單 我也沒彎腰嘛 對 就放一個小板凳 直接就這樣跳 對 有的人就是翹屁股系列 不然就是拖著背系列 其實不是 這邊不動是屁股推啊 對 所以是寬跟膝蓋連動 膝蓋跟寬間連動 當然這樣也可以 這樣翹起來就OK啊 這樣也可以 再酒吧就這樣喝酒啊 腰就比較不酸 像個放個小板凳比較快 真的 對可以 放個小板凳也可以 但是這個動作 變成是我們起來蹲椅子 這個寬的驅動是關鍵 對 那包括我們蹲也是啊 很多人蹲就直接這樣蹲啊 那不是就又壓到這裡 是啊 所以事實上 我們不是要這樣蹲 我們如果蹲的話 你的腳尖的方向 跟膝蓋的方向要一致 腳尖跟膝蓋的方向一致 不是 我可不可以面 我面向觀眾好了 對 如果我今天腳尖朝外 我蹲下去膝蓋朝內 那慘了 女生上廁所的姿勢 對 膝蓋朝內 膝蓋前進的方向 應該要跟腳尖的方向一致 這樣OK嗎 那除此之外 你要把重心不要移到前面 你要重心移到後面 所以如果我今天腳尖朝 微微向外 我膝蓋也朝外 我屁股腳往後推 我就蹲下去了 我要上來的時候 我身體盡量打直 上來的時候屁股往後推 進骨就會幫忙承受力量 就上來了 那如果我走錯誤的人 很多人會這樣子 這樣上來 對對對 會耶 更糟糕的是膝蓋用內夾 這樣上來 這些都是你只要一天到晚 再上洗手間 這些就是就會造成關鍵性的破壞 對 所以難怪一般女性比男性都 好像更容易得突發性關節 他的動作就是 核心肌肉要有一個一定的本錢 才做得到 那如果沒本錢怎麼辦 就練啊 練核心肌肉 像剛才我這樣做 做一次 腿要綁起來對不對 我的背就開始 就開始會抽 有 那個肌肉就會抽 背的肌肉就會開始抽 所以我們回過頭了 你應該先治療那個發炎 後面的保養才可以 我真的很想花個一分鐘 講一下這個圖 我們一般來講疾病管理 好 就是可基礎吧 我們先進個管道 好 屁股往後跳 真的不是一般民眾不一樣 好 來 鄭老師要補充 對 我快速講一下 我們一般人 最多數人會做疾病管理 因為你有疼痛就去了 這個但是還是有一點依賴性質的 但是如果連疼痛都不去 叫做滿陪 對 可是我講到最上面叫做高度決 要叫健康促進 這兩件事情要同時做 健康促進就是說 你一定要有一個積極的行動 好 這時候介紹到什麼 你有意願沒有意願 你如果你沒有意願 不用講 有意願也沒有技術 要學 對啦 所以就是有意願又沒技術 那又不到方法 那就完全是依賴到醫療 有辦法就是趕快找一個老公 來抱他去尿尿 你不要這樣一直刺激我嗎 我知道是真的啦 想太多 我先講一個很短的例子 為什麼就是不要忍痛 或者是 這有時候 它是越來越嚴重的痛 一定要看 然後合併有一些麻的症狀 就一定要看 因為我之前寫過一個女生 她也是忍忍忍 她快技師嘛 一直忍忍忍 然後後來好像真的很不舒服 有時候腳都有麻的感覺 去看醫生 後來醫生跟他說 他其實已經有壓迫到神經 那可能需要一些手術 結果後來是 最後他是連那個大小便 都是沒有辦法 他大小便失禁 然後他一直以為是醫生手術 結果他們跟他說 不是 是因為你那個壓迫久 會有什麼馬尾症候群 馬尾症候群 神經已經壓到快死 不可逆 所以你知道後來 展西哥 他這邊都有一片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想要上廁所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自主 他一定要用壓的去逼迫 壓附近的腸子 然後印上他出來 刺激他 是 好陳醫師我去找你 對 找胖也要去 對 真的不行 再請教一下 像打電腦 應該現在很多人的通病 像我女兒 她常常你知道 就是會坐在床上 盤腿坐 然後在這邊打電腦 這樣會不會很傷 很傷啊 傷什麼 因為他如果盤了腿 他不麻嗎 也算厲害耶 可是他一定處於 你從側面看他 他處於低頭的狀態 可是低頭脖子的拉力太大 他一定要配合一點駝背來代替 所以他一定處於駝背加低頭的狀態 因為人的眼睛喜歡看視線的水平嘛 所以他螢幕拉開的角度 一定配合著他的眼睛的視線 可是犧牲的就是你的知識 對 所以不要再這樣子 其實我一直提醒大家 你如果覺得呼吸是不悶悶的 呼吸是不順的 就是你在用別的東西來 來傷害 知識錯誤了 對 那如果在桌上打電腦 有什麼要注意嗎 如果是 因為太多人是長期 坐在辦公室打電腦 所以我一直告訴各位 你的結構是要拉直的 所以如果今天鍵盤在裡面 會導致你一變形 你就讓它出來 外接鍵盤嘛 那你使用Notebook的話 你覺得螢幕比較低 你要配合它下去 那請它配合你把它架高 那如果你發現那個Notebook的鍵盤在裡面 你的手要拉進去 會改變你的姿勢 你沒有那麼舒服 你就不要遷就自己 因為是你 對啊 鑽個架子 讓電腦 要把它弄起來 對 用成斜的 就是類似這樣子 然後螢幕拉開到這裡 喔 斜的 對對對 然後它可以再變成這麼高 螢幕可以再再大高一點 政府現在有在推人體工學的東西 對啊 然後外接鍵盤 因為職業病越來越多了 職業病越來越多喔 那有沒有是 我一邊看新聞挖挖 我一邊可以做運動 當然可以啊 對 比方說 你就做著運動 對啊 比如說小胖在新聞挖挖 看電視的時候 你就可以坐著 你就可以做這種擁抱的感覺 再拉開的感覺 就是在活動你的腰 我們可以做一下 這叫環抱世界 我們做一個擁抱 一棵大樹的感覺 你把肚子往內收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背部再拱起來 對 對 然後再打開 伸展 然後再往下收 這個動作你邊看電視是可以邊做的 這樣可以做怎樣 這個就活動 比如說睡覺前做 腰部的 你拱背這個動作就是 跟陳醫師要你彎腰的概念一樣的 這是一樣 這是伸展是不是 這是伸展 因為你們剛才不是講說 肩膀拉的東西會受傷嗎 這個肩膀就需要開闊 你對我 打開 他需要拱的動作 哦 甚至於你可以做 VUW的動作 比如說你可以做一個V的動作 V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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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W W 要打開 然後放下來 好舒服喔 這個動作就還滿好的 這種就是 V 勝利的VU U 然後W 這會拉到不同的胸臟 肌肉跟肩膀 可以做BMW嗎 好壞喔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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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 他們還有一招也很適合那個作品 像 你穩碗那種不是膝蓋不好的人 不是要練這個肌肉可以這樣做嗎 就是這樣嗎 他講的一直綁中褲一直 那我為什麼不綁可以嗎 不綁有效嗎 就是 像你肌肉蠻正常的這樣就沒什麼效 因為你已經很健康 所以需要加重 那我呢 我如果不要加重呢 就是它是弱的呢 因為你關節有發炎 你膠太重 我如果就直接這樣子 你膠太重會誘發關節炎 所以你可以先從空腳開始 空腳 你那個關節炎的事情還是要先對付一下 那哪些事情要對付一下 那看關節炎 正在發炎的那個關節 那這個通常會用什麼方式來治療 我們就是用物理治療嘛 光電、深熱、磁、力 像我自己有買那個電療啊 我可以自己在家裡這樣子貼上去用電的嗎 有點用它是低周波 不過它比較沒有消炎的效果 所以這個不需要藥物就對了 加個藥物也不錯 但是不是非得藥用不可 好 那一龍兄睡覺的時候 什麼是有沒有所謂正確的姿勢 有 基本上我們在站直的時候 你去靠個牆壁 比如說我站著靠牆壁 不是會發現到 但你量身高眼睛看前面 牆壁跟後腦槽會有空隙嗎 會 所以你枕頭的高度喔 可是如果你枕頭高度不對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這樣睡或這樣睡喔 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就是說 你每個人的這個空隙是不一樣的喔 比如說 小胖你的厚度會比較厚 你的枕頭絕對會比 要低一點 所以 比穩婉的還要厚 所以如果你去睡到他的枕頭 就會變成拉出去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自己要覺察的 那我教各位怎麼覺察方法就是說 你把枕頭都靠近肩線上 然後你有沒有深呼吸看看 呼吸順的就對了 第二個 你去叫旁邊的人幫你看 額頭跟下巴在躺平的時候 要水平線 不要變成這樣了或者是這樣 可是通常都這樣耶 都是這樣斜一邊耶 是嗎 會這樣嗎 那這樣可能 就枕頭好像感覺比較高 有時候會這樣嗎 一個是呼吸看看 一個叫旁邊的人幫你看 我們的腳要怎麼放 當然仰躺就仰睡嘛 側睡的時候 如果你的側睡枕頭太低 你就很容易變成這樣 沒辦法打下去了 腳就會前後跌 對 可是它會有肩胛的問題 跟骨盆歪斜的問題 對… 所以你的枕頭條件側睡要高 然後如果夠高的時候 下面的手拉出去一點點 你呼吸會順順 先把這一袋弄好了之後 再來檢查你的腳 應該就是圍區病在一起 所以側睡是OK的 但是還是看姿勢 對 側睡可以不能 不能側爬 不能側爬 側爬再把枕頭高度不夠 不然就是你習慣把腳完全交錯 那就會扭曲你的脊椎 有人說兩隻腳的腳底 讓它併著然後曲著 所以這樣會比較好 這樣會比較好嗎 朱哥亮傳出病為 謝金燕病床破冰大和解 一句爸爸對不起,女兒愛你 有多難開口 親情間的愛恨糾葛 到死才有辦法化解 明晚八點請收看新聞 哇哇哇